防犯壞人 是不是女孩子 也應該要多學一點防身術 我們帶你來看到 這幾位美女真的是漂亮 以前挑戰新聞當中 我們可能比較少看 越南當地的美女 不過來看越南當地的美女 真的是漂亮 皮膚白 氣質不錯 重點是她們也都是格鬥高手 對 沒錯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經說過 男人的最高境界就是 行長天下拳 墜卧美人膝 美女大家都來看 那麼這位美女 事實上是越南的美女 叫做吳芳英 吳芳英他事實上 他在2012年的時候 一張照片就是這個 拿著奶茶的照片 風靡得很少的整個 拍廣告 是吧 對 沒錯 因為拿了一張奶茶 拍了一張照片這樣子而已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氣質 跟這樣的等於說美女 讓人家覺得 看了以後驚為天人 所以他是從 中國的網路上面開始紅的 紅了以後 往東南亞的方向紅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是越南人 越南人他15歲的時候 跟著爸爸媽媽到了泰國去 然後拍了這張照片以後 沒想到就這樣紅到大陸 大家驚覺這個女孩子到底是誰 所以去旗底肉收了以後發現 原來他是越南美女五方英 五方英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也到回到越南去 拍了一些電視劇的戲劇 甚至於要參加很多的電影的演出 其中有一次他在越南的時候 因為有格鬥技 格鬥技的相關的業者 請他拍了一個宣傳的一個 代言廣告 宣傳代言 對 宣傳代言廣告 他以為他是在那邊打拳的 對 有練拳 然後還有格鬥 踢相關泰拳等等 就有這樣的畫面 所以大家認為說 原來他不是說只是長相好看而已 他也滿能運動的 可以打幾拳這樣 也因為這個緣故 廠商跟電影的監製 也發現說他滿受歡迎的 所以後來就開拍了一部電影 裡面就有五方英 相關的泰拳格鬥的 等於說劇情 所以他就必須要接受集訓就對了 所以五方英因為這樣子 從15歲來到了泰國了以後 現在已經20歲了 是一個大學生 出落得這麼的落落大方 這麼的漂亮 也因為泰拳的關係 泰拳正妹 所以讓人家覺得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來自越南 對 來自越南 事實上這樣的泰拳正妹 也越南本身還有一位 被稱為羅力女拳王 他的名字叫做黎炎 那麼今年18歲 事實上黎炎他自己本身 他還有個綽號叫做炎壽司 什麼叫做炎壽司 因為他的名字叫黎炎對不對 他最喜歡吃壽司 所以人家就把他的名字 叫做炎壽司就對了 他最愛吃的食物就是壽司 平常最喜歡 跳性感的舞蹈 還有打拳擊 還有做瑜伽 大家看他最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哪裡 我們看到人家打拳擊 或是打泰拳 都會覺得說 一定是身材非常的奎武 肌肉非常的 等於說結實 八壞肌 什麼線 馬甲線 一大堆線對不對 然後給你的感覺一定是 非常等於說泰山的體脊 這樣 這個等於說肌肉 他的二頭肌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他們形容他 外表看起來很溫和 但是他的身體裡面 好像隱藏一個巨大的能量 突然間砰 就爆發掉 這樣子啊 對 沒錯 因為他最特殊的是 他雖然看起來好像沒有 很強壯的肌肉對不對 但是不要小看他 為什麼呢 其實他三歲的時候就開始學游泳 那麼大概是12年前開始 大量的運動 運動了以後 所以他其實擅長的是爆發力 他的爆發力一旦爆發的時候 從你感覺上 他就是一個 這弱不禁風的少女 他會突然間一拳 砰 就打過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所謂的羅力拳手 離田能夠爆紅的原因 那麼因為他也是在越南 所以到後來 你可以注意看 你看他跳舞的時候 其實是很性感的 所以你如何去把一個 很兇悍的泰拳選手 跟一個很性感的舞蹈女王 兩個結合在一起